我的孩子 我就看他心虛 譬如來講 我看我的兩個兒子到那個地步 他們數學很可以 但是他們對數學沒有真正的興趣 我就培養他們去念其他學科 以後他們都是念《生日出生》 他們做實驗什麼東西 我從來不懂實驗 他們走他們的路 所以我教他們的時候 其實我很少教數學 他雖然很可以 但是我教的不多 我主要教他的語文 中文 跟種種不同的學科 我鼓勵他們去念生物 他們在我的朋友的實驗室 做實驗室很地流的工作 我很高興 就是他們走自己的路 第二個兒子哈佛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拿了獎學金跟何大業 何大業是管艾滋病的 到了雲南昆明區 幫何大業搞艾滋病的問題 區區兩年 我的朋友 我的中國朋友 每一個都跟我講 你的兒子怎麼大膽你給他去做 我講這個 他的資源要怎麼做我也沒辦法 他已經長大了 他已經大學畢業了 就是他的銀聲他的主張 所以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的所有的中國朋友 就很替我提升這個貼膽 這樣太危險了 自己沒有辦法的事 但是他至少願意走自己的路 我覺得很好 所以看法不一樣 很多培養小孩子的方法 要注重小孩子的興趣 不能夠堅持你自己走的路 非要小孩子走同樣的路不可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自己走過的路 發覺是自己因為最好的路 一定要小孩子走 你假如小孩子不走這條路的話 你自己感覺很糟糕 因為這個天打下來了 所以中國的家長就有這個問題 他不是看小孩子的興趣 就看自己以為對小孩子最好的什麼事成 他不念一就不明這麼好了 發覺現在的年代 大家念金融 金融可以賺大錢 發覺去念這個 這個人工智能什麼東西 他不一定喜歡 但是他強迫他去做這個事 很多家長表面上講不在乎 事實上很在乎 他愛子是從自己的觀點來出發 他不是從他小孩子的觀點來出發 所以我坦白講 中國人愛子好像無事 其實全部都有事 有些是看小孩子出生以後 能不能替你爭一些榮譽 我看了很多 因為我在哈佛大學 很多小孩子送了去哈佛大學念書 他跟一個朋友講 我兒子去了哈佛 了不起得很 我是哈佛的兒子 兒子的父母了 了不起 但是他兒子去了哈佛以後成不成長 他不在乎 哈佛大學以後念不念得好 只要苦分過關他就不在乎了 他不是真正對小孩子的愛 而是他自己的榮譽 他不是真正對我 他不是真正對小孩子的愛